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消化系统的保健 那么消化系统呢 主要为什么我们要保健消化系统 因为消化系统提供很多功能 其中包括的是酥的消化提供营养 然后呢供给我们热量跟能量 消化以后呢的废物就要排除 另外呢消化系统和我们的免疫功能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提到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观念 消化系统呢在左边有一个图 右边有个图 左边呢我就把比较重要的部分用文字表达出来了 所以我们吃东西呢先进入口腔 然后用牙齿跟舌头搅拌牙齿主绝 绝睡了以后就经过食道进入胃 在胃里头呢它是一个储藏的储藏在胃里头 所以我们的食物在胃里面呢待的时间比较长 在这里呢有机械性的消化跟化学性的消化 然后呢其他的有三个器官 一个是肝一个是胆一个是胆一个是胰藏 肝呢负责很多消化的功能 那么胆呢主要是产生储藏胆汁 从肝来的胆汁 那么这个胆汁呢做的事情就是跟我们食物里的油脂作用 产生一个作用叫做造化作用 就像是我们洗澡一样的用肥皂一样的 就把我们的油脂呢可以跟水混合在一起 胰藏呢它是负责分泌很多的消化的这个酶 在胃里的时候呢基本上只有一种蛋白酶 所以在胃里面的消化是部分的不是健全的全部的 但是胃呢它可以吸收水分 但是也可以吸收酒精 所以在胃空的时候 如果你喝酒就很容易醉 因为那个酒精呢就很容易进到你的血液里头去 消化过的食物呢就进入小肠 在小肠的时候呢 这个胆汁和胰藏分泌的酶就进入小肠 叫做那个十二支肠 这个地方呢就做进一步的消化跟吸收 吸收完了以后就进入大肠 大肠的吸收缩氧是非常少的 但是在大肠里面 它是一分把水分回收 让这个粪便比较浓缩 但是它也有很多的所谓的细菌在那里功能 然后蓝尾就是我们的盲肠所谓的 然后呢最后大肠进入最后就到职场 从肛门排出 这是一个大概的消化系统 那么我这一地方呢 特别讲的是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们的产品 尤其所谓等身系列的产品 跟胃是非常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在胃呢有两个啊所谓的啊 阔阅基 这个地方呢像是一个阀门的叫做幽门 在上面食道与胃接触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阀门叫做喷门 这个喷门喷门的作用是阻止啊 把胃里的胃液跟食物呢 导流到食道里头去 那么幽门呢平常是关起来的 它就是让胃里的东西消化完全了以后 什么所谓消化完全 就是胃里的胃液跟我们的食物 达到了一个渗透压 这个渗透压和我们身体的体液 血液的渗透压相等的时候 就会送一个信号到幽门 英文叫做pyloric valve 在这个地方送到幽门 就叫幽门打开 幽门开了以后 食物就被胃呢挤入十二指肠 然后进 做下面一步的消化跟吸收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呢 就是我先讲 因为我就用我自己做一个实例 来说一说 我平常有时候没有时间的时候 那么我的中餐是什么 我的中餐呢就是用两勺的greens complete greens 一包的原味的芦荟汁 这是我们公司采用的芦荟汐粉 以前我也用芦荟汐 一勺的芦荟汐粉 跟两勺香草味道 也就是vanilla这个flavored shake 混合在一起 或者是20盎司的水 或者你用豆浆 或者可以用skin milk 脱子奶 如果用水 你配合起来以后 那我是把它放在一个不锈钢的水瓶里头 然后强力的摇动以后 它就均匀了 这样子一个成分呢 有265的卡罗里 但是糖只有两克 蛋白质有18克 膳食纤维有19克 那么益生菌呢 有两亿 里面含有维他命跟矿物质 如果你用豆浆 或者是托子奶充沛的话 那么营养的含量会更高 我这个地方顺便讲一下 每一个成分 它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有两勺 它这个是用粉末的complete greens的时候 它会带一个小勺子给你 你就用那个小勺子 用两勺的话 是15卡的卡罗里 是不是很多 可是它带了 half a billion 这个的这个益生菌 CFU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colorly forming unit 它是一个单位来计算 里面有多少益生菌是活的 那么你把它当做什么看呢 每一个益生菌 当做一颗种子来看的话呢 也就是说它有half billion 那么多的益生菌的种子 那么这complete green的成分很多 今天我就不提了 也许后面会提到 它带了56种草本的营养 一包原味的卤蕙粉 里面有20卡的能量 其实不多 它是无糖的 因为是原味的 那么待会我们会提到 芦荟它的营养价值是什么 一勺的纤维粉 里面有23 32卡罗里的糖 两克的糖跟32卡罗里的热量 这地方有1.5亿的益生菌 所以有非常多的益生菌 然后它有一千毫克 也就是一克的glutamine 这是一个氨基酸 glutamine是我们肠胃细胞 用来产生能量的一个氨基酸 所以它对我们肠胃 就是这个肠胃的细胞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一勺的纤维粉里面 含有9克的膳食纤维 其中5克是菊糖 4.5克呢 是所谓的fibrezole 2 在后面 讲员会更仔细的讲 两勺的这个shake 这两勺的shake呢 它所提供的维他命跟矿物质 是我们每天需要量的三分之一 所以相当的多 那么有190卡罗里 18克的蛋白质 10克的膳食纤维 跟455毫克的矿 钙质 这个是相当于 相当高的量的钙质 那么用这样一个中餐呢 基本上我就差不多够了 如果你中间钱不足的话 可以再用一个energy bar 用我们公司的这个translations的energy bar 非常低糖 但是很高能量的 就可以达到晚餐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如果你有这个想做减重 或者是体重管理的话 这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个配方 那么而且呢 它里面供给的膳食纤维 将近有19克的膳食纤维 那么我们一天平均 大概需要30到50克的纤维 所以供给相当高的纤维 尤其对于肠胃来讲 有便秘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方 下面我讲讲益生菌 益生菌的英文名字叫做probiotics 那么什么叫做益生菌呢 活的是一种活的微生物 如果我们适量的摄取 对技术的健康有益 这个技术是谁呢 就是我们 这是根据国际农粮组织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也就是联合国的国际农粮组织 和WHO国际卫生组织的定义 那么下面呢 我列了一个两个网站 一个是美国的这个什么健康总署 也就是NIH 他对probiotics的一个定义 跟一些资料 另外那个是wikipedia 这是比较一般这个大众的 这么一个图画呢 就是一种益生菌 益生菌的功能有很多 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呢 其实就是阻止有害细菌的生长 如果你家有草地 你也知道 好的草长满的话 坏草草就没有机会了 对不对 他可以有帮助这个乳糖不耐受 也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 Electose intolerance 尤其是东方人 有一部分不能喝牛奶 是因为不能够消耗乳糖 可以防止乳癌 降低胆固醇 降低血糖 改善我们的免疫功能 有助优门感菌的治疗 而且呢 因为这个抗生素而所引起的腹泻 也就是拉锡 也可以减少 减少发炎 促进矿物质的吸收 促进肠炎 跟这个Iritable bowel syndrome 也就是一种很肠胃的发炎 也有助于女性尿道的健康 跟其他 那么讲到Probiotics呢 另外一个词叫做Prebiotics 一个是E 一个是O Prebiotics呢 在这么一个这个网站呢 也是Wikipedia呢 也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那么在1995年呢 被这一位doctor发现 命名叫做Prebiotics 它的定义就是说 不能消化的食物成分 可以刺激消化肠道里的 维生物的活性和生长 有助技术的健康 帮助我们 那么最常见的益生值 也就是Prebiotics 是什么呢 就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比如说Inulin 这个菊汤 这个菊汤呢 也就是刚才我说的 在我们的千万分里面 这有五克的那个菊汤啊 所以呢 益生菌和益生值 也就是Probiotics 跟Prebiotics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们的肠道 你把它可以当作是一个土壤来看 那么益生菌呢 就是种子 但是种子 种在这个土壤里头 没有肥料的话 是不会生长的 所以呢 你要给它益生值 也就是我们的肥 也就是我们的Prebiotics 那它就可以长了 这个里头呢 我就讲一讲 我们的产品里头 比如说我们的消化酶的产品里头 我们的Complete Greens里头 我们的Probiotics里头 跟这个Advanced 这个所谓的纤维素里头 都含有益生菌跟益生值 尤其这个产品是一个新的产品 叫做 就是益生菌的产品 我们叫做Ten10 意思就是说 它有10个品种的益生菌 和每一个有1亿 有1亿个小种子 那么总共有10亿颗种子 我们美兰公司的产品里面 跟消化系统保健的 有哪些 我就讲一下 有7天的排毒餐 然后有纤维粉 有清干的 有通便的 有益生菌 有Complete Greens 56种不同的草本营养 我们有芦荟汁跟芦荟粉 然后有消化酶 有大人的跟小孩的 然后后面我提两个 一个叫B Complex 也就是B柱的维生素 跟多种维生素 这两个呢 其实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消化 尤其是不论是蛋白质 糖类或者是油脂类的消化 都跟这些维生素是很有关系的 好 那么今天有两位讲员 一位讲员呢 是梁武超 先生 Gordon梁 他来自于这个多伦多 他首讲 然后第二讲呢 是徐中伟 那么他呢 等一下他也会介绍自己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整个今天的这个讲演呢 现在请这个转到 这个Gordon梁那儿去 梁先生那儿去 好不好 Gordon 他现在还被muted 打开了 好 打开了没有 可以 你开始 请你开始 我有三十分钟 是不是 应该有 你尽快吧 好好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叫梁武超 是Gordon梁 香港人出生于广东省 一个中医家庭 祖父是一位老中医 我之后就对草本药理 甚感兴趣了 也太有研究 愿武也是一位 富而科的师医 我七十年代在香港 营商 90年呢 居家移民到加拿大的多伦多 新市营商 我对保健系列特别感兴趣 也深入研究 美安的产品确实帮到自己 以及家人 以及朋友 所以在零售方面呢 都有很好的成绩 我在美安级别是PC 也是Sedify的 NutriMeter的consultant 今天晚上我在30分钟内呢 简单的介绍 几样好的产品 跟几个客人的案例 讲到身体健康 我们就有五个原则 通常都是排毒 保持运动 健康的忍试 睡眠充足 除了还要补充 幼稚的营养产品 讲到排毒 我们公司里边有七天的清理聊天 其实现代人负担 大大超过以往 明显的吃得多 排得小 很多人都是排便不能够 吃一顿就排一顿 排一排一起 所以都是清理掉的 毒素不能在人体里边清理 引发很多疾病 特别是我们的肝脏 也是任务比较繁重 比以往的过滤解毒 负担高出很多倍 我们都知道了 车子也要保养我们的肠道肝脏 很多人终生都没有保养过 所以我们都一定要注意的了 许多人因此拿回一个大厂的 次级综合症 出现BMP 睡眠不好 返超等等 因为思绪的恶化 就会出现很多CU 严重的出现产癌 美国的癌症 社会的知识说明 刚才美国 肠癌已经成为了第三的癌症 所以我们有的好的产品 有效的清除我们的结肠 还有消化到肝脏的排毒 可以很温和的清洗身体 是赖疫症之类的毒素 所以我们的产品有三个步骤 有清肝丸 有排泄的清理片 有纤维粉 大概用的时候就是早餐前半小时 或者是早餐后的两小时 一个单位的纤维粉 加8盎司的两水 等五分钟 等这个油益症 比较可兴 以后就两个清肠碗一起服用 传疫就喝水超过32盎司 到睡觉前两粒清肠碗 跟两粒清肝碗一起服用 清肠碗粉我们就可以常常的补充 能够帮助我们正常的大便 以及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下个产品就是芦荟 我们都知道芦荟的好处 一两千年前已经有医学的文献 都讲到芦荟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爆炸 附近能够生存的只有芦荟一种植物 后来当地研究用来治疗 浮射伤害及癌症 有很好的效果 我们的特殊芦荟里边 抗护菌有超过十种 维生素的ACE跟B组群也很丰富 还有液酸、胆素 单糖和多糖能够提供我们 调节脂肪和蛋白质的生存代谢 促进我们肠胃的愚动 都帮到我们肠胃的消化 还有消素 我们特殊的芦荟里边 最主要就是将有毒的芦荟素 萃取含有特多合力的绳困 包括半糖白、炼多糖 加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提供我们更多的能量 还有超过200种以上的植物的营养素 我们提出的过程用完整的芦荟片 保障我们芦荟中的营养成分 以及生物的物质核性 奖品钱 还用割力器去取栽资 还有其中口味 好像草莓、原味、苹果、石榴 金莲还有粉酱的 还有旅行的龙酥酱 我们的浓度就是有150%的浓度 所以对于我们的肠胃 平行有着很大的作用 边壁跟拉肚子都有极大的帮助 下面的就是酵素 酵素是一种很特殊的蛋白质 我们的酵素可以转化 将食物转化成维他命 抗物质以及氨基酸 所有生命来说 这个酵素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生命的基础和力量 都是从酵素开启 酵素是人体在体温上 进行一连串的生化反应 以及我们身体里边的生存代谢 每个人身体内都有两到三千种 酵素还能够调节人体里边 每天发生的数万种生化功能 包括我们的肤脊 生长 咒觉 味觉 还有我们酵素器杰 神经 抵御疾病 调节我们的荷尹蒙 免疫力 生命力和寿命 都有赖于身体里的酵素的佛性 保持在最优异的水平 我们服用消瘦的时候 有两个不同的主要健康作用 进餐时服用高品质的食品消瘦 能够确保当时我们 吸取的脂肪 蛋白质和维他命 碳水发合物等等被充分的代谢 消瘦将有助于我们清除长期以来 在肠胃里边可能抑郁的残渣 如果我们透过两餐期间空服服用消瘦 消瘦就直接能够去到血液中 用于分解我们在纯弯系统 长期累积的食物残渣在血液里边 这一作用清除血液解肚 我们平常比较胖的人 脂肪组织中的都缺服这个肌消瘦 肌消瘦大量存于生的食品中 能够帮助我们接收储存和分配配脂肪 但是现在如果能够含有活力有资的肾肤是没可能 因为失去了生肌的土地 会生产出口无生肌的食物 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农作物 以及蔬菜水果 被成熟就说什么 也影响了食物缺服消瘦 以及维他命 大概来讲 消瘦有主要的六大作用 第一可以调整体质 抗氧抗菌分解的作用 血液的进发作用 细胞复活的作用 它好像药的一样的功效 但是没有我们吃药那样有副作用 所以消瘦就是直接对我们肯定有帮助的了 对肠胃、十二指肠、溃疡、痛风、肝脏、神经、风湿症、白賴症等等 好像我的月五他九十十岁了 前几年白賴症 医生说你过两年就要做手术了 但是他吃了我们的产品之后 现在身体比前几年他要好 白賴症手术 医生说不用做了 他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看到我们有好的产品 他都想试 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他的儿孙都说 啊你这么好的身体 真是我们也担心小一点了 这样 所以说我们的产品好的话 就帮到大家 又帮到自己人 还有沙边就是绿酥配方 我们公司的绿酥配方都我们人人都知道了 就是一样很好的产品 人人都知道吃用天然蔬果对健康有好处 但是天然的植物蔬菜水果含豐富的维他命呢 抗物质呢 消瘦呢 营养素呢 抗氧化物等等 但是现在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养成一种不良的习惯了 快餐了 汉堡了 还有吃加工的食物呢 还有吃加工的食物呢 腰内呢 人时不平行 身体都可以相减度不平行 RPH级超过7.2以上 我们都知道了 人的身体就是6.8到7.2就是最正常的了 所以相减度不平行 就身体出现问题了 按美国农业部的标准 我们每天要用五到几个单位的新鲜缩果 我们有多少人做到呢 我们问问自己 自己也吃不到这么多 所以我们就要补充 补充的话 我们找什么补充好呢 我们公司里面的律师配方就有56种缩果 卡洋几乎利用高科技制造 不影响维他命及销售的活性 能填补我们平常饮食及收不住 我们律师的配方成分里面呢 有很多好的东西 好像苹果纤维啦 大豆仁仁基啦 还有小麦草大麦草 日本的小球草啦 柠檬草 蜜蜂发粉 大鸡草 芦荟 芦荟等等 还有刚才教授讲过了 我们里边就有一个成分就有5.6%的益生菌 所以帮到我们肠胃里面平行 平行我们自己的酸碱道 所以用了之后我们都帮到我们的身体没有这么多疾病了 所以这个配方是很好的一样产品 接着上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几个客人 这个客人叫Tina 她是28岁的女婿 本身有一个儿子 她生了儿子之后感染到万幸的盘康炎 我见她的时候她就是身体很不好了 她的脊弓蜂炎 脊弓杀碎 月经补诊 有白带 还有腰酸悲痛 非常的劳累 她看完医生之后 医两个月又是复发了 但她也想再生一个孩子 但是她就是很怕麻烦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配合这个产品 就是分两餐 就比较方便了 我就早上跟她配OVC三階 OLED一階 B Compass一階 沙湖的时候就是N仔三階 Q10一階 到晚饭吃完饭 就是两可OEG3 我跟进她的时候 大概是三个星期 她改变了很多 很精神 她自动叫我 我配了一个月份量给她 所以她自动叫我 什么时候可以再给产品给她 刚刚去过差不多就是五个月左右了 现在 昨天她又打电话了 本来她还有三个星期的产品 但是她就新级了 叫我OLED 就再OLED一个月的分量 后来她两个月后 见医生 医生对她说 她可以垂直的可以怀孕 所以这个过案 她是非常高兴的 刚才就是有一个王太太 就是56岁 她在医院工作 2009年的时候 5月份大概是 她的脾胀发大 后来做手术发现是癌症 后来就过了几个月了 就发现转移到淋霸 就做发疗 2010年发现肝里面还有病因肝炎 肝开始长大 后来她的儿子看到我另外一个朋友吃得蛮好 吃的产品 就打电话给我 说她妈这样的情况有什么产品可以帮到她 我想想这么严重的话肝也开始长大 我就细细看吧 用这个消速跟Q10 B跟C还有这个绿细的配方 鼓励她细细看 服用的时候就是煞乳服用这个消速三盖 加上这个Q10一盖 满饭后就把B两盖 跟维他命C两盖 我就提议她绿细的配方每天一到两个分量 她吃了大概用产品就是两个多月后 改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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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她自己就提意见了 她说有什么还好 还有什么好的产品可以帮帮 更好 我就鼓励她早上OPC了 空服上盖 参后就长青树两可 到2010年的7月她已经上班 上班的时候她去体检了 就是白血球比较高一点点 不是很高 这个零八的细胞也是高一点的 也是不错的 她可以上班 上班这个呢 就是John是男性 是77岁 她年轻的时候189岁就开启 每个月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她嘴巴里长五至六颗口仓 长期都不能够吃油炸的东西的 以及这个销胃 你知道广东人最喜欢就是油炸跟吃销胃了 到严重的时候晚上睡觉 要咬着一条毛巾 所以她成片中西名医几十年来 都不能解决问题 还有她跟我讲 她去广州军区里边看这个军医 这个军医说我也有这个问题 我都解决不了 我都帮不到你忙 这样 跟着我就鼓励她 她用乳配纸每天用温和的水 开任何时间可以饮用 到三五三十左右就消失三盖 一星期过后 我就鼓励她空服OBC两盖 加上OLED一盖 早餐后就长青树两粒 晚餐后就逼一盖 加这个盖两盖 二三星期过后 她已经再没有发现有口汤 她就细细看去走楼嗑她的时候 试试看汽油炸的 回到家也没问题 再去消费也没问题 所以很开心 到几个星期之后 我才提议她用这个汽液的清肠 现在她就是很高兴了 就是还有客人介绍给我 另外一个冯小姐 是我的外甥女 在2001年的时候 发现这个大脑的深处 有个肿楼 她发现的时候 就是跟我的妹妹 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 特研间 就是西区这个鸡脚 有三五分钟才醒回来 什么都记不起 我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就叫她说了 你一定要去做这个乳部的扫描 看看有什么问题 后来她隔了一天 去大脑的扫描了 一扫描就发现有肿楼 但是她过两天还要去旅行 怎样办呢 我就叫她 一定要去奥米加费 一天两期 两期 每期就是两口 还有呢 要去这个消速 跟这个Q10 排期做手术前 也是这样 她排期差不多一个月嘛 所以我就鼓励她 奥米加费要一天两期 维他命B一概 维他命C两概 跟消速三概 Q10一概 直到手术前的 C10就停下来 后来 开脑手术之后 我叫她一去的东西的时候 就有维他命B一概 维他命C两概 每天三次 再后过三星期后 就Vita7 这个长青素两颗 OPC三概 就是早上空腹了 这个OPC Omega也是每天两期 每期两可 消速三概 Q10一概 后来 就是这个 后来改的 三星期后的 就是维B一概 加盖两概 他做手术的时候 是9月份的中程 到11月1号 已经上班了 平常人家见到他 完全好像好人一个 所以这个产品呢 帮到自己家人 也帮到朋友 所以这么好 帮到我们呢 经销商打坐 造这个好的生意平台 记得我接触到 有些别公司的人跟我讲 他们很怕销售保健产品 给有病的人 相反 我是最喜欢帮助有病的人了 特别是压健康的人了 因为我服务好他们 产品用得好 他们就是我的长期的顾客 长久的 以上我就 结束了 各位朋友 我是多伦多 哥等 今天我第一期用国语 讲得不清楚 请大家多多包容 谢谢 OK 这个我们非常高兴 哥等给我们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 尤其是他所提到的 这个 他的这个实力 实在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那么将来有机会 我还会请过程上来跟大家谈谈 下面呢 我们就请第二位 今天的讲员 是威力徐 一个伟博士 喂 能听到吗 请开始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没问题 你要是用full screen OK 好 看得清楚吗 没有问题 没问题是吧 好 那我去开始了 没问题 OK 各位在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许中伟 来自那个美国的宾州废城 刚才那个王教授呢 和Gordian呢 讲的都非常精彩 也非常的细节化 我呢 这个主要从大理原则上 就消化系统的健康管理 和美元产品的应用思路 作为简单的补充 这是我的简介 和email地址 如果呢 有什么问题呢 可行一步的 先给我 做那个email的联系 好 这是一个那个 我们团队的五位speaker 我们团队呢 85%以上的那个partner呢 都在那个大费城 周围的一些医学院和医院 从事这个教学 课研和临床工作 大家呢 也乐意把自己学习心得 风险出来 并和大家进行那个交流 学习 功能提高 你们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给他们联系 好 那就原规正传 说到消化系统的健康管理 首先呢 要对消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特点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简单的说 从口腔到智商末端 是消化系统的主要空腔器官 主要呢 是管理食物的摄取 传输 消化 吸收 和排泄 疑腺 肝脏 和一些 腺体呢 是消化系统的实质性器官 主要功能呢 是分泌 消化酶 和解毒 绿毒 除此之外呢 消化系统呢 会是人体的重要免疫的器官 因为60%的人体的免疫细胞 毒与消化道的粘膜层 所以说 消化系统呢 是人体最重要的系统之一 是滋养机体提高 提供能量 维持正常生理平衡的基础器官 所以说 在中医里面也有讲 就是脾胃是后天之本 这里的脾胃呢 就是指消化系统 我们都知道 病从口入的这个概念 但一般呢 都认为病从口入的病 是指 因食物不解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 比如说 急性胃肠炎呢 利脊啊 肝炎呢 等等 但实际上呢 这些感染性疾病 仅占很小一部分 而更多的呢 是其他系统的疾病 比如说 糖尿病 患性病 中风 通风 等等 这些所谓的富贵病 研究表明了 人体80%的疾病 都因了消化系统的管理不善 有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 35%的癌症 也是不当 有很密切的关系 有 有脊肠癌 腺癌 前列腺癌 还有 食管癌 胃癌 等等 所以说呢 管理好消化系统的健康 就可以减少一半以上的疾病的发生 说到健康管理 其实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包括 心理层次的 精神层次的 行为层次的 也包括饮食层次 药物层次 体疗层次 等等等等 所以内容比较繁多 但今天呢 我们只要谈一下 功效营养医学的作用 而且呢 主要是为了 每个那些产品 谈到这方面的作用 在介绍这之前呢 我先简单的 描述一下 就是医学治疗学的基本模式 我们知道 这个现在医学呢 主要是应用小分子化学药物 或者是多态 以及未来的单抗药物 来治疗疾病 其特点呢 主要是作用于分子水平 作用快 但是呢 副作用比较大 而那个传统医学呢 比如说我们的中医药 主要是作用于人体的系统 通过这个调理系统呢 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它的特点呢 主要为间效比较慢 但是呢 副作用相对来讲比较少 而这个功效营养医学呢 主要是作用于呢 细胞水平的调理和功能性的恢复 它的特点呢 是副作用小 限效呢 不比西药快 但是呢 也不比中药慢 那么为什么要从细胞水平进行保健 以及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们知道 细胞呢 是构正人体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 疾病的实质呢 实际上就是细胞的病变 就像一栋大楼 是由一块一块的砖建成的 那么每一块砖呢 都处于完好的状态 那么这个整个大楼呢 就是会处于良好的状况 同样你 每个细胞健康了 身体就健康了 所以说 也就这么说 就这么一说 就是细胞完好 在疾病就好 其次 当疾病产生时 尤其是慢性疾病时 不管是这个细胞膜里病变 或者核的病变 或者是大分子的病变 最终呢 都在这些病变细胞当中呢 产生一些共同的改变 比如说 护氧化物 产生过多 或者说自由基的问题 产生过多的问题 这些共性改变呢 就是我们进行细胞水平的基础保健 和修复的作用把点 所以说呢 细胞水平保健 以调整的目的呢 就是说 要合理地补偿 正常代谢的亏损 及时地排除 代谢的复产物 也就是毒素 以及修复有这些毒素 造成的损伤 从而呢 达到细胞的功能平衡 以最终达到系统和整体的健康 所以说呢 这个基础保健呢 是所有保健的关键和根本 消化系统的健康管理呢 也离不开这些 原则上来讲呢 消化系统的管理呢 也可以分作基础保健 和系统保健 那么 这里的基础保健呢 包括那些 那些原则呢 主要是说 清肝 清肠 清血和排毒 第二个就是促进消化吸收 第三个呢 就是增强免疫细胞的功能 系统保健呢 在针对特定的疾病 进行相应的保护和调理 那我们这个现有的这个基础保健的产品 有哪些呢 第一类呢 就是清肠排毒的 刚才那个前面两位讲员 已经介绍了很多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Nutri-Clean 还有这个Cocumin Alo 不管是Juice也好 还是这个Powl也好 还有加上OPC-3 OPC-3呢 实际上是清血的 第二个就是促进化 吸收的产品 有什么呢 有这个就是Dex-Anzyme 还有这个益生菌 还有这个 叫什么 就长清素 就是Complete Greens 这个 第三个分类呢 有增强免疫功能的 也是有 消化酶 有益生菌 有Alo 也包括就是Q10这些的 那么 怎么样 就是说对 消化系统的系统保健的 进行原则呢 主要就是说 灵活的应用 就讲上述的一些产品 作用搭配 就可以了 那么 问题是 怎么样才能够 灵活应用这些产品呢 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了解 这些产品的功能特点 比如说OPC-3 它具有抗反酸 抗炎抗过敏 和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 这个Alo呢 它有保护胃肠颜膜 增加胃肠蠕动 润肠通病 提高免疫力的功能 还有消化酶 就是有强消化 注吸收 调中固本 就是 调进这个 这个中气 然后强体验年 然后Complete Greens 就是不速食 强体质 排毒通病 益生菌呢 主要的功效呢 就是消气 止血 粗食欲 解毒 排毒 强免疫 最后一个 Nutral Clean 就是主要是作为 这个营养保健 打击出的 然后它具有清肝 清肠 排毒素 这些功效 把这个基本的原则 能够记住 然后就是 针对这个 具体的病变呢 我们就可以做 适当的调配 健康管理呢 但是在有病的时候 要加强 无病的时候呢 也是要用的 尤其是在消化系统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说 随着衰老的进行 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的功能呢 会有明显的下降 比如说 在45岁以后呢 这个就会 就会有些人感觉到 这个牙齿的松动脱落 一些 食欲的不好 这个消化的能力的降低 这些呢 所以 怎么办呢 这些主要是 比如说 对于这个 牙齿脱落呀 松动呢 这就可以 可以盖 也不充消化煤 来增加这个消化能力 然后 其他比如说 湿道位的 也都有相应的 这个功能减退 比如说 湿道吧 它有这个 湿道主要是 传输输理 那个作用 然后呢 如果下面的快机 有这个松弛的话呢 你常常会感觉的反酸 烧心这些症状 这我们也有相应的产品 比如说 OP3啊 L啊 这些东西做 然后对胃呢 也是随着年龄增加 胃酸和胃带脉的分泌 量都要减低的 所以这样你要补充 合适 适当于这个消化煤 这个维生素B 都是很好的 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然后那么小肠呢 小肠 随着年龄的增加呢 它这个 这个吸收的功能 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这很多研究 这个病理研究 发现的 这个小肠粘膜的厚度 没有什么变化 比如从30岁 到70-80岁 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就说 但是它的 这个小肠内里 消化煤粒含量 是明显的减低的 所以就造成 很多吸收不好的问题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小肠菌菌失调 就刚才讲的 那个王教授 讲了医生菌的问题 这个呢 尤其在最近 十几年来 这方面研究是比较多的 也发现了很多的 跟服务里 比如服帐啊 这个 好像产期比较多 有些是腹泻啊 都跟这些有关系的 所以针对这种生理性力 这种降低或者失调呢 我们就要 相应的补充 比如说 消化煤 银生菌 也可以补点 这个 这个 这些都可以的 大肠来讲 一般就是说 有 平化剂的 这个收缩能力的下降 所以这样 就是 这个 食物残渣在 大肠里面 处理时间就比较长 水分呢 身体吸收的比较多 所以这样非常容易造成便秘 便秘 在中老年人当中是比较多的 有些时候也会引起这个 腹性 就是说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 它这个实际上是大肠功能力 5万 这个收缩接力的改变 就是这样引起的 然后呢 这个虚拟率比较多了呢 就是毒素的吸收 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 这也是造成其他疾病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所以说我们那个7天的清肠就是牛肌肌呢 对这些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然后呢 一线呢 也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然后那个一线的要萎缩 要织化 所以说消化酶的分泌呢 和生成也都是减少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对应力补充 消化酶和益生菌呢 都是有非常好的益处的 肝臊呢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主要是解毒能力了 对于我们的有姜黄素啊 还有这个 这个肠金素啊 就是Oxygen Extreme这些呢 还有清肝胶囊啊 这些都对这肝细胞功能的恢复 有比较好的作用 这张图呢 那就是一项研究来显示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就胃酸分泌量的减少 我们可以看出 在这个 40岁左右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胃酸的分泌量呢 就是在 二十岁以前的一半 所以说 这就是说 说明就是说 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话 为什么要补充一些 就做好 就是 鲜化系统的健康管理 补充一些消化煤啊 其他东西 然后这张图片呢 是个病理切片 上面呢 是一个三十岁的 一个年轻的人 下面呢 是个六十岁的人 他们这个一线的切片 这样就看出在六十岁的人当中呢 这个纸化 就很明显 这个一线的 这个线泡也比较 被压缩 或者说萎缩了 所以这些炉石呢 导致那个 消化煤产生不足一些根据 那么正常情况下 要注意调理皮 这个皮胃 保护这个衰减的消化功能 疾病时呢 就更应该 加强这个消化系统的健康管理 以帮助这个改善症状 比如说 这个复发性 口香溃养 这在很多人当中 都比较常见 这不单是 游戏质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人 这些这个人群当中 那发生率就比较高 我们 实际上我们team的有一个partner 他就是这样的 他这个每个月呢 一般的发作一到两次 每次呢 就在一个多星期 所以说他这 这样发作 他实际上有几年了 当然应用了这个OP3 L1 或者Bcomplex 以后呢 几个月以后 他这个情况就明显减轻 还有呢 那当你有 烧心这些反流性 适当原理一些症状的时候 或者是其他原因 引起的这个 几种反流的时候 应用的OP3 L1 香化酶 都是有非常好的 做的 刚才那个 他们前面讲也举出了一些例子 我们这个team当中 实际上这种例子 也不少 有些就是比较中年龄 中年人 来清也有 女性也有 工作压力大 这个 有些就是 运势不好 反射症状很明显 用了这些以后呢 都是在 一般的 一个月左右 都有 比较明显的 症状的改善 当然了 对这个 胃和收入症亏养呢 用这些 也有很好 像我刚才那个 那个道路就讲过了 我就不再重复了 其次呢 还有小肠的一些病变 有些小肠的病变 主要是功能性病变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肠义期综合症 对这 对这些 这些病变呢 主要表现在 哪些方面呢 就是 一个呢 就是说 胃肠功能的紊乱 在胃黏膜呢 常常会发现 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master shell 就是 这个 这个master shell 就是清准 这个比较多 然后呢 就还有一个 所以说 就是说 再一个就是说 它的什么呢 那个菌菌失调率 这个纪律比较高 所以针对这些情况 你也用消化酶液、胰生菌 OP3、OVAC 这些都是有非常好的 这个 帮助作用 还有那个 就是说 一个 另一个这个消化系统常见的一个 就是感应性的肠病 就是比如说 Cromos病啊 或者是 就是 亏养性气肠炎呢 这些主要跟 跟那个慢性的炎症 免疫系统 这个功能紊乱 有关系 所以说 你用些 这个提高免疫力 免疫力的 帮助这个消化的 这个调节 行政器种的 这些呢 都会有很好的 这个 辅助作用 然后呢 最后一个 说一说 这个恶性肿瘤方面的 实际上刚才呢 他们就讲了例子 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都很好 这个恶性肿瘤 不单是消化系统 适应于 也适应于 其他系统的恶性肿瘤 那么 在恶性肿瘤当中 这应用这个 就是作为这个 就是说 作为这个 用美癌的产品来讲呢 或者说 用这个功效 对营养医学 这个角度来讲呢 它的原则是什么呢 主要我们要是说 就是第一 有两条原则 第一个呢 就是要调理好 或者说调整好 它的肠道的环境 就是说 解放了60%的免疫细胞的压力 使这些免疫细胞呢 有机会呢 通注控来 来反击其他类种的细胞 因为这个 我们都知道 肠道的这个免疫细胞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说 在我们肠道里面 就是说 有很多的细菌 就为很多外来 或者说很脏 很多的外来物质 所以说 这个很多免疫细胞 都在这里挤压着 就像屯兵百万 这个感觉一样 第二个呢 就是要提高 它的这个营养吸收的功能 是这个 大概通过营养吸收 来提高自身的免疫细功能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原则上就 最一线的 就是一线产品呢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呢 用消化酶 这里面是要含这个医生菌的 我们的消化酶 还有其他的其中产品 全都含有这个 然后呢 还有呢 OPC3 还有Io 这一类的 第二些呢 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的Emmel 还有Q10 还有Resverto Compute Green 这些都可以呢 来做这个进一步的调整 好 那就是说 这是最后一张slides 最后一张slides 说这个 消化系统的健康管理呢 需要就是说 把握着这么两点的线 一是管好两头 调理中间 两头呢 一头呢 就是入口 就是管吃的 我们要一般原则 想要少吃多餐 低热量 高营养的东西 还有比如 低糖盐呢 多海鲜呢 多松软 多纤维 多碱性的食物 再一个呢 就是一定要补充 缺失的营养素 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 这身体情况下 你就会缺的 如果有 如果现在的 有疾病情况下 或者说 生活压力比较大的 这种情况下 就更会容易造成这个缺失了 另一头呢 就是出口 就是刚才说的 要排毒 解毒 通便 清干清肠 这是原则 中间呢 就是说主要指 消化吸收的问题 主要是要大量的补充 消化煤 一生锯 还有补充 水分 好 那就是说 以上那个讲座的 这个 常规来讲 就是说 就是未经这个政府 相关部门 比如FDA的审批的 经为这个健康普及教育而用 没有这个诊断治疗的目的 OK 好 我的 这个 就到此结束 好 主持人把话筒转交过 小兵能听到吗 小兵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没问题 OK 我已经讲完了 OK 那现在把时间交给这个王鼎中 王教授 由他来主持下边的这部分 王教授您在吗 OK 好 非常谢谢 这个今天 Gordon 梁 跟这个 跟这个 徐周伟 两位 两位讲员 跟我们介绍了这个消化系统的保健 现在我们呢 有时间可以回答问题 那么你可以把举手 那么我们就可以 如果你能讲话 你就用举手的方式 如果你不能举手 或者是你不能讲的话呢 你可以把问题打进来 那么我们就尽可能的选 比较普遍性的问题 请今天的讲员 跟大家解说 好不好 OK 我看见有一位 Angela 梁 举手了 那么 我们能够把他 这个什么 他可能不在 是不是在线上 我不知道 然后有一位叫 OK 夏春发 是哪位 我是Angela 好 你说 我想请问 徐医生呢 就是那个Q10 跟那个消化系统 有关系的吗 喂 是这样的 OK 是这样的 就是说在Q10当中 我主要是应用在 怎么压到那个地 就是说在抗肿瘤界方面的作用 主要是Q10呢 不单是对心脏细胞 那个这个能量代谢 有辅助提高作用 它实际上对所有细胞都是这样 所以在肿瘤的情况下 这个病人或者化疗的病人 实际虚弱的情况下呢 用Q10 实际上的主要目的呢 是在来调整特定免疫细胞的 好 谢谢 OK 下面有一位 夏 夏什么 夏春芳还是什么 举手 OK 你们也可以把问题打进来 我一定要举手问 有位姚杰 举手了 有位刘丽举手 王教授 不知道这个胆结石跟这个消化系统有关系吗 胆结石也可以说有关系 也可以说没关系 那么我们请问 我们请问 Gordon跟这个什么 跟许 大特许 你们对这个胆结石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那以后我们身体里边这个 这个 这个 盖不够 还有水 磕的不够 还有气 脂肪的东西多了 也会有这个线杂嘛 那你对胆结石你有什么建议 我还没有这个过案 胆结石这方面 但是有的人就是胆结石影响到这个消化的系统嘛 对的 那么 那个 大特许你有什么建议 OK好 那个我想他问你可能就是胆结石病人怎么样来应用 而且而并不是说胆结石的体验 一般情况下来讲呢 胆结石以后呢 就是说他会伴有炎症的 其次呢 就是中药的问题呢 就是看你胆结石的大小 毒散 这样会引起一些胆股的梗阻 就是说如果呢 就是没有在梗阻的情况下 那就算了 肯定了 你就是要到医院去 那都是情况下 这是属于肌症状 才是状态那种 然后呢 平时情况下呢 就是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主要是对这些慢性严重说 来进行针对的处理 以及以那个胆质力 这个龙缩减少 进行的处理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还是回归到原始的地方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消化系统的基础保健 应该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可以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吧 然后你可以从这个角度 入手 来做一些调整 其他的呢 对一些慢性严正的调理 比如说 用OP3也可以 因为这些慢性严重最后呢 它都要会涉及到这些 这些一些 过度的一些废物理产生 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过氧荒物理产生 你从这个方面做一些调理 应该是会有所帮助的 那请问一下主要运用什么样的产品比较好 产品呢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 你从消化这个方式上 就用消化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你就用一些消化媒 因为我们消化媒里面含有很多类 这个取方消化媒 也不含有其他的 这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就是说 从这个严正的角度上来讲呢 我想呢 比如说这OP3啊 Oxygen gas啊 这些都会有一定的好处的 再一个呢 就是说你用一些 ALO啊 尤其是用ALO juice的话呢 就是说 也可以的 减轻的 那就是说 嗯 生而常那边 因为它增加了这个正乳动吧 这样就可以前提他压力 这样的话呢 就是等于 对这个 这个胆管的排泄这方面呢 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OK 谢谢 啊 那么下面 有一位关键 那么能不能够把 关键 打开 如果能讲话的话 OK 没办法哈 还有我觉得你们可以用英文 把把问题在那个 question那个地方打进来啊 有一位Edward Liu 能不能够说 哎 姚姐 你的心被打开了 我看见您举手 您可以提问 好 我想我想问您一下 就关于那个习惯性便秘 我的一个朋友已经 我认识他已经二十多年了 他一直便秘很痛苦 然后呢 他也是经常感冒啊 发烧啊 睡不好觉啊 反正很多很多症状就出来了 但是他中西都用了 他一直没有啊 他一直没有 没有治 没有治愈 而且越来越重 啊 我想 我想让他用用我们美安的产品 但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给他配这个 这个啊 这些这些产品 您能给我点建议吗 其实刚才那个Gordon 已经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秘的case 那我们请Gordon 好不好 Gordon 你能不能 Gordon现在被muted了 是自己mute 还是别人给他 还是我们给他mute 好 Gordon你听见了没有 这一家这个便秘的case 你能不能够帮忙一下 啊 最主要要了解这个客人的情况了 每个人都不同 我接触过几个人了 有一个是胖胖的 他去每天去一两 一两瓣这个蔬菜也没有的去 但是吃有一点油的东西他有了 所以我就跟着这个情况就叫他吃鱼油 还有complete green 这个国安就是要他这个厂 他本身这个厂里面可能就是脂肪太多了 这个有这个油这个厂里面就是很小了 比较冬冬的时间比较小一点 我就叫他任何时间就是complete green了 complete green就是给我们大厂里面 比较鱼动比较大一点嘛 OK 就是销素了 叫complete green了 你看他的这个体积可不可以两样一起打进去 就是乳肺啊 这些东西都是很大帮助的了 他很瘦他很瘦他很瘦而且吃了也不是很油 他他比较喜欢吃素的东西 他很瘦的话就是要在餐前餐后或者是用餐的时候就用消素 OK 平常呢就是任何时间喝一点乳会比较温和一点水了 他瘦的话 OK 你试试看这个纤维粉也很大帮助的 OK OK 谢谢您啊 不用不用 OK 我看下面 小斌你看吧 你来 因为你在掌管 你看 你怎么决定都可以 反正因为我看这举手的人也不少 我们把那个 我们把这个那个就是说 那个问题问一下 现在我看到有一个就是说 48岁男性患急性水肿性 一线炎治疗后如何使用每样的产品 及恢复注意的问题能恢复到正常吗 麻烦看看学生可不可以帮忙回答一下 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他是一线炎多长时间了 那是水肿性一线炎 但是这其问题呢 我没找到 只是看到他的问题是这个样子的 OK 一般呢 这个一线炎的 有麻烦的一个评证 然后呢 就是说 如果呢 他情况定了 缓和了 以后 我想呢 就是说 用我们这些产品 就是 这些东西是 比较保护的 比如说 那个学生你的那个声音不太好 好像听不太清楚 是吧 现在好一些吗 现在好一些 比如说 你可以让他用一些消化煤 这个消化煤呢 就是说 量呢 可以可以使得你大一些 你说 两杆 一天两次 就是 用一段时间 然后呢 这个主要一个原因 原理在哪呢 就是说 一个是你 就是增加这个消化煤力量 一般一线炎的时候 都会有消化煤力线 分类的剪辑 咱俩有些咱俩演变成漫青线 是什么的 然后呢 所以说你 不通消化煤增加呢 就是说 应是增加的一线压力 还就是这样 可以疏通 就是又帮助你的显情压力 又帮助这个消化 有疏通这个 然后呢 其他呢 可以再加上就是说 说一些抗疫力 就是 5B3这边 这个 NASQ加 从这些方面 还有一呢 就是说 来调整那个 那么在那个危机 也可以加上去 好像声音还是不太好 是吧 我这个Mac可能有点问题 怎么样 现在好一些吗 现在好一些 刚刚就越讲越远 就没有了好像 是吧 基本上就是 原则上呢 就是说 要 读重它的 诠释东西 然后 这是其二 就是要 渐轻它 研究 然后 然后 这个 书通 这个 呃 要 调顺 它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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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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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家的东西呢 那就可以 这个 就可以刚才 我那个 打的 就是那 有几样产品 作用 可以做一些 OK好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请问那个胃酸大流 是用什么样的产品 比较好 呃 这个呢 就是说 好像想很多 例子 我记得好像我也听过 那个 嗯 王教授 也说过一些 比较好的 那我们这头的 感觉呢 就是说 OP3 这个是没问题的 这个 这个 很多人都听得非常好 还有呢 你再加上 再加上 再加上 L 因为这个 就是说 它第一 它又促进那个 脏力正蠕动的功能 第二 它又保护那个 酸反流 就是碎膜 碎膜碎 碎膜碎 就这样三样就可以了 好 谢谢 那下一个问题 是给Golden的哈 他就说 想问一下 就是你那个 安藤和Q10一起用哈 你每次都是说 那个三个安藤 一块Q10 在下午的时候 让他们吃 他问你说 这个是有什么原因的吗 啊 这样 我就是说 它 两顿之间 吃的话 就是进入这个 水衣里边清毒嘛 还有这个Q10 给它 啊 这个细胞里边的能量嘛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 跟Q10能够 将我们的体质 是比较平行的 这个 渐渐度 渐渐度 啊 渐渐度 所以啊 就是 进入水衣里边 我们就利用这个 半空服的时间 用这个产品 OK好 谢谢 不用 下一个问题 是问王教授的 他想是说 胆囊癌康复的病人 已经切除了一个胆囊后 造成了骨质疏松 消化不是很好 然后高血几等症状 那想问一下 如何用美胺的产品来调理 啊 这个问题呢 跟消化 跟消化系统的关系比较少 OK 那么因为 第一个问题 他骨质疏松的话 那我们还是要从骨质疏松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啊 那么当然 第一个 有没有钙啊 那么钙有没有吸收 有没有啊 到达该去的地方 也许就要用到维他命D 是不是啊 那么如果说已经有骨质疏松的话 可能我们要用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 在Prime里面的叫做Balance 这个呢 不断 不断可以提高骨质的密度 啊 钙的密度 而且可以增加 可以增加骨质的再生啊 所以这个是根据这个来讨论的话呢 我认为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啊 一个就是 有没有补钙 那么有没有增加维他命D啊 然后呢 还有一项呢 也就是说 这个可不可以用Balance 但是 不论怎么样跟饮食也非常有关系啊 所以呢 有些饮食 比如说 我们讲的就是说 喝很多这个 Coke 像Coke 就是会影响我们的钙 啊 还有呢 咖啡 和太多的咖啡也会影响我们的钙 啊 好 那么我不晓得这样说 你啊 不晓得怎么 啊 多人或者是 多人或者是 大陆许 你有没有再加一些意见呢 啊 这个 这个问题我就是都认同了 就是说 维他命D 跟钙 一定要用的 那下一个问题是问许医生的哈 他说有一位那个年近70岁的老人便秘很严重 平常呢 是靠着开塞路的 然后给了他六个效素 呃 然后四天一瓶瓶灰 然后呢 基本上效果不是很大 然后现在加了那个瓶灰片 但是呢 好像 现在想问一下 还有什么其他补充 可以再帮助他 那个就是说 排便顺畅一点 呃 ok 那个 这个 就是说 不知道他里身体肌肉状况怎么样 因为有些 对这个 长期便秘的病人呢 有些时候还不能用的太狠 如果呢 就是说 呃 所以可能就是说 促进他肠 那这个 武器太 太强了 用 然后如果他身体弱的时候呢 还有才开始要缓缓 哎 嗯 缓缓 就是说 呃 一般原则来讲 就是先用 武器现在他已经用了 时间了 哎 就是说 应该会就是说 对这个肠道里的 作用 然后就是说 这个 呃 他消化没在 就是说 呃 呃 一般的就是说 现在好一点 现在好一点吗 嗯 真的好一点 放嘴里面 然后那个 呃 就说呢 像这种情况呢 应该是时间要长 哎 再一个呢 就是说那个 其产品可以混合的用 就是说如果在早期呢 柔和的这个 这个 清长以后 然后呢 出不出不呢 你可以用这个量 加上 加大 嗯 我想原则上 我想原则上 那我想这个 这些方面 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 是吧 呃 王教授 我知道他你有 好像我听过你有 讲过两个这本例子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啊 对便秘的情形来说的话呢 我就像刚才 你可以看得见便秘这个问题 实在是非常广泛 可是呢 也不是说能够在一个啊 怎么说呢 很简单的能够能够解决的问题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也许我们啊 不能够在今天跟帮你解决 那么你可以呢 透过这个我们的啊 这个通信通讯地址 跟呃这个email address 来讨论这个问题 好不好 因为这个时代上没有办法在 在这很短的时间 能够解决你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想 再给我们啊 几个几个 几个三个问题 好不好 那么 好 那么 下面一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 是这个酵素哈 请问这个酵素 胃酸和胃病的病人哈 原来饭前吃水果 就是胃就会不舒服 那如果饭前吃这个酵素的话 那会不会对胃有刺激 然后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这个区医生跟Gordon 你们回答 能不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回答 其实呢 其实呢 这样的话 你就先用这个炉灰 炉灰灰籍 炉灰籍 有些 软一点的水啦 给它喝一段时间 才用酵素 酵素 可以晚上睡觉前给它用 用几个礼拜 再可以回头用餐的时候用 你觉得怎样 王教授 可以 所以 我 那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 你不要 在 你 用酵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用酵素的目的是 为了要帮助你消化 尤其它绿酸过多的话呢 你不妨在 吃饭的时候 一面吃 一面用 不一定要在饭前使用 只要这个酵素跟食物 混合它就可以起作用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呢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呢 让它的胃呢 不会感觉到 嗯 太酸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应该先从 养它的胃开始 也就是说 开始先用炉灰去养它的胃 啊 那么 这个也是 一个同时应该同时进行的 那么我是这样解释 建议的 好 谢谢 那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呃 一个女孩她有很多的 allergies 不同的allergies 然后对于不同的食物 有不同的allergies 然后呢 她的skin也非常的不好 condition也不好 她的那个脸呢 arm和leg 都是有问题 那个就是说 皮肤很不好 那 希望问一下 可以用什么样的产品 OK Gordon跟那个 啊 跟那个 DOTR徐你们哪位 愿意 愿意来讲这个问题 啊 我可以回答一下 啊 这个问题就是 它啊 啊 的肝 跟这个 胰脏 皮脏 这个问题了 我就鼓励她去 这个OPC 跟ATS 对这个肝脏 跟胰脏 跟胰脏 跟皮脏 都有帮助的 啊 方教授 你觉得怎样 嗯 我觉得 没有错 啊 但是我呢 希望她也跟 这个 嗯 西医 啊 去探寻一下 因为她对食物过敏的话 我们必须要了解 她对哪一些食物过敏 所以她应该 请她的医生帮她做一个检验啊 看看她是哪方面的食物过敏 那么第一步 我觉得她如果对这些食物过敏 而这些食物不是绝对需要的话 她应该要先从避免开始啊 啊 那么啊 是不是把这个食物 从她的饮食里拿掉以后 这个就不见了 如果过敏不见了 那么表示说对这个食物的确是影响的 所以我们了解第一步了解 她对所有的食物哪些过敏以后 我们再开始做啊 她肠胃的调整 啊 那么刚才Gordon所提出来的是非常好的建议 当然 啊 一般来说我会建议她也会用 就是用我们的很多的抗氧化剂 我们的Alojuice Digestive Enzyme 尤其是啊 对食物的过敏的话 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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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煤 应该是餐与餐之间用 空腹的时候食用 也就是帮助我们把一些残余的食物消除掉 所以不会变成是一个抗原啊 啊 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食物的过敏 但是基本上她这个情形 可能跟她的肠子发炎有关系 那么她才会让食物进到啊 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进到血液里去造成这个变成过敏原 所以这样的情形 我们一定要用啊 我们的抗氧化剂啊 跟这个消化啊 这个跟这个Alojuice 嗯 慢慢慢慢的把它的消炎的 啊 长部啊 发炎的问题解决了啊 啊 然后再啊 做下面的这个 嗯 进一步的这个 嗯 处理 当然我们也知道皮肤很多的问题 的确是跟消化啊 系统嗯 功能不健全 云乱啊 是非常有关系的啊 我不晓得这是一个非常概括的一个说法 不晓得这样的解释 是不是满意 好 谢谢 下面一个问题是小肠膝肉是如何食用产品 嗯 OK 这个小肠膝肉的问题呢 嗯 它是第一 我们要知道这个 它这个是 一般来讲大肠的膝肉我们是看得见的啊 用肠镜可以看得见 小肠的膝肉它是怎么发现的 我们必须要了解 那么嗯 但是一般来说也就是说他的肠子不干净啊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他可能的情况下他应该要常常做这个清肠的工作啊 清肠工作要做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我建议他呢 啊 如果没有 胃酸过多 胃酸倒流 没有啊 啊 胃溃痒 没有肠 就是我们其他其他的问题不存在 只有洗肉的话 只要解决洗肉的问题的话 第一是亲自做排毒的工作啊 啊 然后呢 我认为他也许这个有没有通便的问题啊 啊 然后呢 一个就是消化的问题的话呢 我们应该请他啊 建议他用 Allojuice跟消化酶 那么这是我的建议 Gordon你觉得怎么样吗 我都应同啊 这个 就是 啊 他本来就有CU嘛 所以 啊 都要 比较纤维多一点的东西了 销素了 跟这个纤维粉啊 排毒了 都是 啊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就最后一个问题了啊 因为时间快到了 那就是说 如果胆被拿掉了哈 请问一下这个七天排毒可不可以用 啊 根据公司的产品资料 说如果说胆囊切除以后 公司是不建议做七天排毒的啊 啊 那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要做排毒的话 也是可以做 只是不要用我们七天排毒的产品来做啊 啊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可以 用这个 transitions的这个排毒方法 也就是说 早上 啊 空腹的 喝 用这个半个柠檬 所挤出来的柠檬汁 跟 一杯温水所配合的啊 先喝下去 空腹的喝下去 在这个排毒的过程中呢 也是做七天的 就是做蔬菜水果的排毒 每天呢 三份水果不能超过三份 蔬菜尽量吃 能够吃生的也可以啊 熟的也可以 所以 啊 啊 啊 不讲错了 这个 七天之内呢 最好都是不要用淀粉食物 这里 那么 但是 头三天 如果可能呢 啊 这个不要吃这个 嗯 高蛋白的东西 如果你实在受不了 到第四天可以开始用蛋白 蛋白的 比如说肉类 鸡类 鱼类 那么 但是我们高蛋白的东西 也有很多是在豆子里头 那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讲的是 但是主要是肉类啊 啊 这个用这个 transitions的七天清肠的方法呢 是非常温和的一种方法 但是呢 也可以达到效果 但在这个中间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开始在用 一直在用我们公司的产品的话呢 像OPC3啊 像这个digestive enzyme 像ello juice 都是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用过我们公司的产品的话呢 暂时不要用 而这七天的时间之内呢 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啊 这个就是温和的可以 最好就是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那么 所以这也是一个清肠的方法 那么如果要做的简单一点呢 那么就是有用这个 就是用ello juice digestive enzyme 这一类的东西去清 也可以的 好 那谢谢王教授 那 那就这样大家 就是说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比较好 希望大家就是每一次听完了以后 你们可以把question 打到这个question这边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然后我会筛选一些问题呢 然后来问这几位专家 那我会安排这个时间 尽量安排这个时间给大家回答所有的问题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不要问那个 呃 就是说这种这种病重 病症应该如何解 如何处理 因为我们的那个医生就没有看到你的那个病人 也不知道他的情况 那我们只是建议他用什么样的产品可以帮到他 那希望呢 就是大家以后呢 把你把问题打清楚 然后我们会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尽量呢 呃 让大家把所有的问题都得到回答 好 那今天我想说时间已经到了 那王教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呃 基本上没有 那么如果Cam你那边 如果还有所有的问题 啊 如果能够用email的方式寄给我 我整理以后 然后我可以请今天的讲员 也许给各位呢 可以做书面的答复 好不好 OK 那就太好 那我们可以就是说 呃 下一次也可以用这个before这个meeting的时间呢 如果可以把这些问题整理出来 有一个很好的答案的话 我们在beforemeeting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呃 宣布给大家听一下 因为我现在看还有很多问题 并没有得到答复 所以如果这些问题都很好 如果可以每一个问题都得到答复的话 我相信这个就是比较实际的例子 可以给我们每一个每一个人在他们作为销售产品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有这个经验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这块应该是蛮不错 那我就这样 那王就说 我就把这个问题看看 可以的话 我把他们copy paste下来email给你 然后麻烦你看看 可不可以帮他们回答一下 可以 我们但是就是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也不可能一一做的 但是我们就是说 尽可能的做就是了 好不好 OK好 谢谢那好 那今天的webinar 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